赵老师 您好 我按您的方法早课期间 自己有感觉 说我的肩痛是钉子钉的 用门中有凉风进来 不知早晚课用不动送 说得清楚吧 就是有感觉 早晚课真凶的佛子必须要做课 得上课 做大气请的 所以我们佛弟子要发大悲情 当大气请 我们上课的萨处讲口也讲了 说我请这么多冤亲在主 无辜或耶会的 我找不了 我没那么大功德 我带不动 我不能这么讲 不是我们的功德 是佛的功德 是佛力的设受 佛法无量无边 佛的功德也无有边际 都是佛力设受加持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请十方众生来 你都不用担心 是佛挑的 不是我们 这个大家要知道 有的心修行就说 这我能带动吗 带这么些 不关你的事 你的念都没对呀 会结怨的 有了这种想法的人要去忏悔 慈悲十方众生 不要分别 说请我的愿金再有行 请别人的我就带不着 这不行 你要花大微信 行菩萨 道恩 十方众生 你都要度他 真正的赵老师 您好 在密学府之前 自己看仙 烧剃声 还主张给家人和亲属做了这些事 现在怎么办 今天是 哎呀 确实啊 没有等到我们讲这个 现实因果的时候 没有人揭开大仙这个面纱 多少人在这里头沉沦 颠倒 确实当我们打开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觉悟了 还有一部分人不觉呢 还在看 五仙的还占五 说这个局势很不错 觉悟了 你看啊 现在咱就这一条的分析 这个慈悲就颠倒 觉得大仙能救人 然后开始给家人看 自己也看 还烧剃声 你说这个钱是不是很浪费呀 灾难一烧就没了 大仙一看就好了 那佛哪儿呢 是不是啊 颠倒了 所以说谁做了这件事 第一件事怎么办 颤护钱 看哪家人 跪着佛钱好好颤悔 过去的时候 我迷惑颠倒 不知道看仙 是喜之邪见 现在我知道错了 为我以前 为自己看仙 为眷属看仙 这件颠倒的事 生无比的颤悔 怨我的智诚心 能消减我的业障 永不复躁 说准了啊 必须要这么颤 然后呢 你要等机缘 师父来住你的缘 但是必须是明了的人 相信我们所讲的法 而且永不复躁的人啊 是这样的人物才住缘的啊 你达不到这个程度 这个缘不许住的 刚付完你 你又入邪之邪见了 过去的时候 罚你是一百大碗 现在你得了正法 师父住了你的缘 你又去入邪之邪见了 这样变成一千了 这可不是一百的问题啊 你就说一百斤刚拿走 你又放了一千 这价坏了 不是我不慈悲啊 不是抓紧给你解决是慈悲 怕你颠倒了再造业 拿完一百炉一千 是这样的 你没理解 有的军事也说 这个老师父慈悲 不管这事 不是不管 你的缘不成熟 你跟我们道场都没跟几次 而且光碟都没看几片 你一转身你就迷糊了 你看吧 你说能帮你吗 帮你就是害你啊 希望来我们道场 得到师父助缘的人 愿你拿起一百呀 永不复躁 别加这一千 咱们才住的 这个大家得理解啊 你必须得觉悟的人啊 真是大觉大悟的 别说你绝对成佛了 你不用住了 那更不错 但是必须得明了我们讲什么 这些所有邪直邪见 你都不住的人 一颗清静心 修己度人的人啊 我们救度的是这样的 别这边还没等 给你扒了完点 你那边又看见了 你求啥不得的时候 你一歪有点又出去了 求不得就是你的果报 你谁也没有求 求自己好吧 摘一会业障 永不复躁 然后圣经回向 觉悟自己 一切都可以言认而解的 是这么样的法啊 所以说变观莫测的一国啊 希望这个举着 觉悟好了你就来了 觉悟不好你千万别来啊 你把握你自己这个心 明没明了 习时习价还静不静呢 正明白的你再说啊 不着急 我说你跟着休闲 扎儿说您好 我被身边的冤亲在主左右十几年了 从02年更加严重 找大仙儿患病 已有一百多次了 哎呦 一次比一次严重 现在非常难受痛苦 大脑一片空白 忽由自己 一次机会闻到佛法 半年了 现在已吃树 念地藏经 忏悔 回降 可是就是不见效果 真不知道 怎样才能好 真想一死掉之 希望赵老师能救我 哎呀 哪位举着举下手 阿弥陀 一百多次看大仙儿 哎呀 真要人病啊 这一百多次花多少钱呢 加了一起算没算 啊 大概算一下 有几万块 一万多 啊 一万多啊 不多 我见过花六七万看大仙儿了 哎呀 随时啊 嗯 所以说我们的法多重要啊 你想一想 如果 你如果在这一百多次大仙儿以前 他们就得到咱的法 怎么看一百多次大仙儿啊 啊 大仙儿能帮你吗 啊 这个举着啊 你呢 先看光碟 你把这所有的光碟都看过了以后 你再来我们道场 嗯 希望你这个期间能跟道场修行 你的业障这么深重 这么病苦 这个道场之中呢 确实有佛力的射受 啊 佛光的普照是不一样的 你看哪个大仙儿 你不给的钱 他都不给你看 这一百多次的大仙儿 你要烧多少东西啊 忏悔去了 好好跪着佛前忏悔 歇之邪见 没有办法 众生没有正法给大家 不知道什么是邪 什么是正 只想有病了 当医和药不能解决的时候 人们一下就栽到大仙儿里了 大仙儿没解脱 回头栽到佛门 你是不是这条路啊 是 我们第一碟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看到这个碟照 我觉得挺有事 我见得好多 我看你的脸子 比上次来好了 好像那个黑的 是的 光碟之中和道场一样 没有差别 如果你起一个善念 不分别 坐着这边看 你就会得到佛力的射受 看光碟的人 为什么有那么多病苦的人 不来道场 看光碟就离苦了 这个光碟之中 确实有佛力的加持 与射受 病苦的人 你多看啊 但是你这念要对 别说光碟的佛力射受 你这也不行 对啊 你要对号入住 拆毁啊 最好的消业方式 就是拆毁 一百多次大仙儿 他给你扣着 什么样啊 烧了那么多东西 背都供你背的 哎 但是你要没有正知正见 这个不行 所以这个剧院真不错 我看他一次彼此坚轻 一次彼此坚轻 是的 身边也坚轻 坚轻的 不一定原来那么好 看你第一次见我 他哭得泪流满面啊 像泪人似的 但是我还告诉你 看姐吧 嗯 姐如有宝贝对吗 嗯 看了 很受教 很受教 看了多少了 快看完了 还有几盘看 看了 怎么那么快啊 嗯 我天天走午话都 都对付买个烧水桌子吃 不吃菜 就看了别人 嗯 看上去的可好了 嗯 非常好 嗯 但是像你这么精进看蝶的人 多不多 我不知道 嗯 有的人一套蝶子了 问多少人 一个多月刚开不起牌 为什么呀 你苦难的不够啊 哎 你像这个奏声就是 病苦缠身 求什么都不得 他急需寻求解脱的一条路 他不吃不喝都得看啊 不睡都得看 是不是 嗯 但愿你受益啊 好好看光蝶 好好随解忏悔 按我说的做 嗯 按我说的做 你别说一定离谷 应该是离谷 但离不离谷 还取决于你自己 哎 你真心不疑惑 而且按我说的做又不错 应该是离谷的 哎 有那么多人都是看蝶离谷的 如果你 离谷以后啊 也但愿你能现身说法 啊 为十方众生做下法事 啥叫菩提心呢 你行菩萨道了 知道度化别人 拯救众生 这就叫菩提心 不是你受多高戒了 你受了菩萨戒 你还在那颠倒着呢 那你说那也是枉然的 所以也希望我们到场的修行人 你自己受益吧 你要度人呐 哎 要把这碟子传给亲戚朋友看 一个罪恶的人看了他 指住了这个罪恶的脚步 你是不是争长功德呢 哎 一个邪淫的人 他看了这以后他断邪淫呢 一个偷税漏税的人看了以后他不做了 多少的罪恶的人都因你传出去的光点 他们觉我断恶崇善啊 你躺那块都长功德 真是啊 会不会羞啊 对我们有大家说咋修功累得呀 刚才我看一个条子问的 啥叫修功累得 如何修功累得 你看我就直接告诉你 就这么修功累得 修几度人呐 知道你的每一分钱都是利益众生的 什么诗也大不过法诗啊 为什么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呢 告诉大家 这个诗那个诗比了一大圈 都不过一念的法诗 百千万亿分不及一 不及一啥呀 一念的法诗呗 你一天死三次啊 什么恒河杀的 供养圣的 那个虚异山的才诗 也大不过法诗啊 所以说把这个法推到了一个 至高无上的境界 人们不能理解 《金刚经》讲了什么 不光是破诗相 讲了非常多的法诗 在《金刚经》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谁修谁不修 真修啊 一念的菩提心 都是西方的种子 法菩提心 有的军事说 我看了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不敢传 你看 你连这个政治证件都没有了 对不对你都不知道 我讲了让你断恶崇善 不对呀 我讲了说 一夫一妻制 邪言的人错了 不对呀 都对呀 哪个语言都是 劝善的 反反复复的劝话纵生 断恶修善的 哪儿不对呀 对呀 连这个都不能变的话 你是不是佛弟子了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竖起政治正见 这个句子啊 就按我说的 好好看谍 插一会 你的做法很好 我看起来 安东西 赵老师您好 我以前去看过仙儿 他画过服装在红布袋里 挂在我的脖子 四十九天 拿下来 这样一个过程 有影响我吗 如果解脱是吧 有啊 他这个服是辟邪的 挂在你的脖子上 也就是说 运气再主不能上 阻挡业力的 但是你没想过 送财的也不能上 这个也要师父助援的 但是也觉悟啊 而且切儿让我点掉脸上的木子 有影响了 哎呀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生相啊 是今生不能注定了 吴史杰修了我们的相 有啥呀 就算啥呀 我的朋友得了干硬化 请一位佛家老师看过 说钱是劫钱了 再主在地狱找来了 他让写了一张纸表 买纸叠六大袋子元宝 给烧掉了 如法 哎呀 不如法了 为啥说不对了 因为第一这个 佛家的老师看过了 我想他不是 如果是一位佛家的老师 他们用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不是烧大宝和还债啊 哎 那么大宝和还债 这也是地狱的因 其实你欠了这个债 你也不要这么还 你也要以佛法 因为你是佛弟子 你行持的是佛法 善恶不可夹杂 佛家的老师看过 对的 我说的不是佛家的老师 他指的这条路 不是解脱的路啊 要按我说这事怎么办呢 赶紧细佛吧 不细佛的人快点细佛吧 细佛的人怎么办呢 赶紧拆毁吧 诵经回降啊 勇猛精进啊 开示你的冤情在座 啊 无论我前世还是今生 欠了有冤情在座 现在我做佛弟子 我们要以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愿你们听闻佛法 出离六道积累资量 你比大宝好 好上一万倍了 所以说大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必须要诵经的 世间人有了一句话这么说 说问错了人很正常 问对了人很惊讶 能不能畏对人呐 问对了人多重要啊 你问对了人呐 可能一念的你就是你大善之神 问错了人呐 你就是地狱的因呐 真的不得了 我们问谁不问谁啊 亲居散知识啊 这个事儿 不如法 不如法 六大袋的大宝 就像我们先期讲现实因果人 那个精灵来讨在 给你烧大宝 看过底下的人知道 你那个精灵输了 我是虫子 你给我烧鱼 车皮我也不要我 你解决到这问题啊 你说吧 所以说唯有佛法是真解决的问题啊 多简单啊 书都不用你去买家 居是结缘给你 你不花钱 啊 然后你就可以看 你要没有钱 来到我们道场 说老师啊 我没有钱 但是我想要看这光碟 我们还要免费结缘 你看 一分钱不花你 坐在家里头 你就解脱 多好点事啊 会利用啊 如果我们结了善缘多好 散之是结缘给你输 给无常还给你光碟 说真穷的人 我们真有这么一块 连光碟都请不起的人 又要修行 我们是免费的 哎 一次结几碟看完 剩回来 再去结家 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能利用佛法 你该有多自在 你这一个盲指可不要紧 这下可乱 所以我们说不能烧啊 你坚决不能烧啊 谁烧了 甘致修明了啊 住人啊 不明了住不了 你都不知道咋不是 咋住你啊 是不是啊 你这 你佛家老师看 不对啊 我就佛家老师 我可没这么教给大家 没告诉你有事 就烧大宝去啊 这可不对 如果人人都这么烧 地狱不清净啊 说地狱化为廉址 没个化 那都烧成那样的事儿 一堆一堆 你怎么化 你化个轻壁伤的 就不是廉址的事儿 所以说 亲亲三知识啊 这个法真的很好 大家去弘扬啊 以前没进一国 拿过老公的钱 这也算偷盗吗 应该这么查 算了 不经管人同意拿 就算盗 夫妻也是一样 这一块啊 你说清楚 我就会讲啊 就是说 这个得忏悔 说以前真的不懂 啊 那么现在我知道错了 拿我账户的钱 确实也在盗的范围 愿我的致生心 看一会儿 但是盗这个 你得给人家吧 你偷了多少啊你 哈哈哈哈 就是啊 你光颤了不行 你得反赃啊你 拿多少给人家好了 没有了 没有万万斩吧 这也算盗啊 真的 家里对比较高 道的时候 佛是这么说的 一文一粒 劫须偿还 那你欠他了也不行 下次你就别牛 别马了开始 该还人钱的啊 要想修行 第一是忏悔 永不复躁 好好生忏悔心 确实我不该 就是夫妻我也不该 偷着拿他的钱 现在呢 我为我的罪业生无比的忏悔 也愿致生心 削减业障 永不复躁 然后 偷着给人拿的 偷着给人放的得了 所以说这是个问题啊 确实 请开示 仙家的堂口如何 请出去 何日送为好 这个呀 没有日期 看来就是 绝股了啊 知道了 仙家的堂口 回去以后呢 我们道场有仙家的开示 是吧 什么叫功德 怎样修功累得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 利益众生的啊 就是修功累得 什么叫功德 不求功德就叫功德 求功德就是有尽的啊 有尽的功德就是天人的福报 在生活当中 怎样修不修才能往生希望 这个世界 持戒啊 持戒 拆毁 然后呢 入佛法葬 诸恶不作 正常梦想 赵老师你好 有几个问题 请开示 我归于我的上师师 一指师 我还能归于别的生纵吗 其实啊 你归于一个一指师 就好了 真正的师是佛 啊 不是凡夫 所以有的人不理解 归于正常造了一大马 见着佛佛也归于 见着密仲师也归于 见着净土师还归于 归于了一圈 你的心都乱了 啊 归于佛就好了 归于一个师 他就是你的一指师 啊 那么如果他是正修的呢 还好 要是不正修的 你归于就归于了 你也别跟他修啊 现在真的找正法比较尖的 实经念咒 这也是偏激的 天天念咒 一天念的 累得跟得往上的 未解如来真实意 什么意思不知道 就想说 我要有病了 我念哪个咒能解脱呢 偏执偏见 这不叫鞋子 偏了 不是念哪个咒解脱的 你的心觉悟不躁 就没有 躁了怎么办 拆毁解脱 就这么点事 不是说 你念哪个咒才解脱 我们讲的颠倒现象 无论是谁 只要颠倒的 我们就讲 没有教派之分的 没有分别 不是说你修这个门 说他那个门不好 不是的 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哪一块对 哪一块不对 建议大家去借鉴他 供养十方众生 既是供养佛呀 谁需要你就供养谁好了 现在这个法宣传的 比较颠倒 我去参加一次开工 不讲地方啊 这个 在家的居士是护法嘛 拎着一个编织袋 绕个长肘 告诉大家 舍啊舍啊 舍一得万报啊 确实 真是个问题啊 连这个编带子 编织袋子 这可场就绕了 真的让你往里扔钱 挨一趟走 告诉你舍一得万报 你说 这教导的不对呀 要能舍一得万 那人人都舍 那舍完他没得万 你能不能给人交代呀 这佛法都怎么宣传呢 你说 就乱了嘛 我们当时也曾经来过一个局势 非常地贫穷 他就问我 说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说我学佛三年多了 哎呀这些年 我可没少舍呀 我都舍得清家荡产的 我说你为什么呀 你吃饭都困难了 他养的弟弟 弟弟挺大 所以没结婚在我家 我家可困难了 为什么这么困难 就是舍 为什么呀 人家说了舍一得万报 我都舍的家都舍空了 我现在还这么贫穷 咋个事呀 你说出热闹了吗 你说 这佛牌上都是红痒的 都简直 把红痒出笑话了 你说 哪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这居士啊 说真的也真贪婪 为了得这万报 舍清家荡产 最后没得着 还不平衡了 我都舍成这样了 那得万报在哪呢 你说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啊 他说的这种舍呀 是心上的放下 这种舍下五欲的贪婪啊 不是舍 光舍钱的问题了 哎 不贪着财社名是罪 不贪着人舍生将未出法 是这么个舍 那哪是要你舍钱 那把钱都赏 那众生干啥都扎盒啊 所以说你说现在 我们讲的 大家还不理解 老师竟诡谋三包 不是的 我讲这习之结见呢 告诉大家 法红阳都错了 不对了 如果人人都这么红阳 众生怎么出离呀 心都不明了 做到什么的舍 怎么个舍吧 你你不知道 舍下你我遇到贪婪 哪是舍钱呢 三十当中法为罪啊 不是这么交给我们的 那不是让你背个裤子带 还胆子等着得万报呢 都舍倾家当场了 你说这万报都不到 他不理解呢 你说这事我们谁错了 你是宣传的居士错了 你谁错了 你说 必有起源呐 让师父这么教化居士的 把居士是这么传的 是不是 师不单一了 同水同度 我告诉你 说我说少不个人呐 你的罪业还轻 跑庙多的人呐 你的罪业还重呐 为啥 你忙饮忙度 你忙修忙练的呗 你都舍成那程度了 都单一啊 我一个月开四百多块钱 我账户也不开多少钱 我弟弟还没工作 我都几十岁了 四十多岁 弟弟给我养了 我家都舍成这样了 也没有万报 哎呀真是苦笑不得呀 我们告诉众生 还是这句话 责修 独耐业 哎 这种宣传 你能不能做 别听自己说个啥 你就试个啥 你就跟着跑 这时候有这么多人 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身位 世界根管就不知道 哎 有的人什么都不懂 就是有很多 是比较贫穷的地区 哎呀出家留了 有吃有喝 年总还分钱呢 快出家了 对 有的就是说 这个什么 婚姻失败吧 没啥意思 看过后人的 出家了 他刚一剃头 摇神一变就失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供养 贝贝果 所以我们说 你拼他那么多钱 去做供养 哎 你供养的衣食 医药 这都可以 哎 但是就不可以供养钱 真的造业了 他们拿这个钱 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我们怎么修啊 其实很难的 哎 但是 如果你能明理的话 不建议一切像 如理如法的修行 啊 认识真理 这些颠挡的事儿 都与你插尖而过 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明理理的话 你就想潘未远 那这些因果就跟你有关系 有与没有 都是你的选择 你用智慧的选择 当然没有了 你不用智慧的选择 那当然就有了 所以我们说怎么选 不怎么选 怎么修 怎么修 也是没法修行人 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啊 依谁修 不依谁修 你说吧 所以说现在啊 我们还是说 遗佛经啊 离不了佛经的辅助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就是说 不能为别人做委员 就是说出家是假的 对是不对 自己要辨别 说能否辨别 这时候就需要你的资量 有了资量 然后你就会变 就像佛说的 解法如如 变财无碍 为啥 无有障碍呀 我们讲因果的目的就是 教给大家 变财无碍 这无明呢 哎 你不会解法如我 让你解法如我 因为啥 这几个无明 你是不断地在破 破一个你懂的 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才会 什么叫变财无碍 就是说 一切里你都通达明了 无有障碍 这就变财无碍 那不是邪变 是正变 那有的就是 跟你变法呢 变得给你整几个气子 变得 什么 良薄出的 又邪变 这不行 我们的变财 就是说 能为一切众生 解除他们的疑难问题 帮助他们修行 为他们做善缘 这个变财无碍 当病苦灾难的众生 来到你面前 你要利用佛的整种法去教化 这些迷惑 最苦的众生 这叫变财无碍 我们有的居士不理解 见到你以后就开始跟你变 变哪部经典说了啥 哪部经典说了啥 变得你无奈 你就好阿弥陀佛 啥也不会了 不能说 不是这么变哪 他以为等了多少经典就叫变 那佛法可不是拿来变的 还是拿来修极 利于众生 这叫变财无碍 所以说正变不可邪变 啥变啥不变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无论你依谁所修 必须要入正直中间 这个依止师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 他讲的对还是不对 这时候需要你的资量 没有资量的时候 你确实难辨 对方 我把众生肉带到寺院去供养出家僧 现在知道错了 真心忏悔 请老师以我这件事为例 请居士们不要迷了 不要求功德了 我不但把众生肉带到寺院去供养 我还和出家僧去饭店去吃众生肉 这个问题可大了 不讲也不行 这个僧的人是病了 入院时说医院的饭不清净 要到外面去吃 我的几个居士就发心 为了供养 请僧在饭店吃饭 大虾 狗肉 螃蟹等众生肉 吃便了 居士们听老师的劝吧 别为了供养而供养 为了求功德而供养 哎呀天 这问题可严重大了 吃众生肉这件事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肃的问题 无论修哪一个中派的吃众生肉 就是罪过 有的居士说 他功德大 能给他抄出去啊 不对啊 那佛功德还大 那佛都没吃的 是不是啊 对呀 佛说众生平等啊 不可食众生肉 如果在讲食众生肉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 如食你的六亲 如食你的父母啊 无食节在六道中轮回 你吃我我吃你 愿意愿意相望 这是佛说啊 所以我们说 多少修行人偏离了佛的正法 不能依教奉讲 你说吃肉 还能把幼带到寺院里呢 那也就是说 寺院人都没了以后 他把袈裟脱下来了 把他去吃肉去了 真的啊 有的时候可能说 年轻一点的 没借一批的夹杂吃肉去了 但是说 在寺院里的吃肉 净土人好像没有 一偷个袋 那不是正式的事 是他个人的事 所以说 带到这里的吃肉啊 真是罪业深重啊 把肉带到寺院去供养 不用说了 供养有功德呀 多少人在这功德圈里转啊 啊 就是说这个问题啊 非常感谢提问题的人 你能为十方众生做这个法师 吃肉啊 绝对的傻生 你这个还带着肉去供养 然后出家是去饭店吃众生肉 哎呀 你还能修出去了 哪修的人 你不求这功德还好 你求这功德还是罪过 地狱挡着你呢 这可不得了 这就是六道轮回的音呢 师父吃众生肉 众生供养众生肉 哎呦天呐可老的 这都哪一方人干的 佛说了末法时期的摩子摩斯 入气栏 咱们出家人听了不愿意 那你看在这摆着呢 是不是 对呀 必有其事必有其人哪 不然的话问题不会提得这么详细 哎 这谁干的 哎呀好好忏悔 可不得了 这问题可严重大了 哎呀这个罪业啊 说真的 无比的深重啊 这个出家的僧人哪 可不得了 这可不是无间地狱的问题了吧 问题可严重大了 哎呦 你一个人入邪之邪见 不算 你还带人入邪之邪见 你一个人造业不算 你还带着众生造业 这样的诗我们要干什么呀 就是吧 这样的诗你妈去供养的干什么呀 那你不供养简直就供养一模吧 你不是 就是吧 你说你把众生肉都吃了 众生平等你吃我我吃你 渊源相报 所有供养你的人 包括你这出家人 这都是地狱的因啊 互相的迁累同累同堕呀 这可不得了啊 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 持戒啊 佛在五戒当中 第一戒就是不杀生啊 不杀生 慈心不杀 连这个慈心你都没有 没有这平等心 没有这慈悲心 你怎么叫修行人呢 然后你又出家披着如来的一 这下更罪业慎重 那如果人人都像现在提着条 这么修行 师父都这么做 众生都这么供养 一个都出不去 就像这些举止啊 他们必须要生无比无比的慈悔 而借天天诵经 来抄拔他们所食的这些众生肉 第一 第二 你为这个出家人提供了这么多众生肉 你上这块还得慈悔 那你是供养善 供养饿呀 那要真是拿到问题上看 这叫罪恶的供养啊 师父自己吃 跟我们没有关键 我们供养 这个就不一样 那你拿众生用供养 出家人 你吃什么 佛还说了 如果吃命 杀命 能保命 王侯常在世 过去的国王 拥有国家的人 那你要吃这个时候 杀这个时候 他要能活 那他就杀 他就吃 哪有常生不老啊 哪有生不灭啊 哪有这个道理呢 所以这都是忙修忙练 出家生 忙了 带着众生忙了 看吧 我说一点没错 说说对话就做 来了 希望我们修行人啊 借鉴这些供养啊 有多少个供养都是颠倒的 我们过去 那么多 为这个师父出家 供养脸人的人 你好好忏悔去啊 我们过去那些老修行 专门干这些事 光赞地颠倒了 修十年二十年都干这个了 这个出家人在这疯狂的脸财 都是你们住的恶园 告诉他 呀哪哪师父来了 你去吧 一看到他干第一件事 进屋间磕头 磕完头 把钱拿出来 往头上一顶 师父我供养 跪那块 完了 顶完一架以后 给师父放了磕头 走了 我参加美资 但我没供养 我听了一半就走了 就是一遍遍打掉话 这里干啥呀 住恶园啊 哎 住恶园 他走了以后那钱 我去看看 骆驼 哎 对 全是一百 来五十都没有 有给一百的 又给三百的 也给四百五百的 哪一趟就这样 说真的 可能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好一些 那些忙修忙练的老修行 都干这个 造老爷们你们 说真的 他们拿钱干啥你知道吗 哎呀 一个出家师父说了 哎呀你们 谁能给我联系套房呢 我想买个房子自己修 哎呀 你好意思出家的师父啊 十方众生的供养啊 老大妈妈都给勒裤腰带了 你还要买一套房子自己修 十方众养行不行啊 啊 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求功德的不是这么呢 歇着吧 哎呦 被英国啊你啊 他能买几房子 说明他手最基地得赚个二十万三十万呢 你到楼房能就一屋一出十几万那些的 你想想 他手要有多少钱 这么些钱你拿来买一套房子住 十方众生供养你 是 你在庙修行 庙里头都放不下你了 你还得自己出来买套房子享受 背背一锅啊 啊 能修出去吗 再辩证看 这恶元谁住的 都是我们这些求功德人干的 你求功德我求功德 供养僧众有功德 然后他住了他这个恶元 是不是连带关系啊 啊 谁干的 唱起吧 我们原先修行这些举手都能干 比戒律 比供养 比功德呀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这几个年长的老扑子可要休想了 说讲英国不像讲 不行啊 再不讲来不及了 你们都六七十岁了 再不讲你们 连拆毁的肌肉都没了 你 真的 我苦口婆心的讲啊 愿这些老大妈妈 在你摄身在的时候快拆毁吧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你干了多少 什么偏执偏见 邪执邪见的事 你为多少出家人住了恶元 你为多少人住了恶元 赶紧颤颤 摄身不灭还来得及呀 你不要等到眼睛一闭 下了地狱来不及呀 活佛也不阻止这种业脸 所以说僧道怎么下去的 都推下去的 求功德呀 那些年都这么久 告诉大家 我们这几年 弘扬这个英国 有很多人不做这件事的 确实要很多人断恶了 直到他们在忙求忙练 为出家人做了恶知是吧 他们发明一个事 你们就去宣传 这哪个哪个妙号 哪个哪个妙号 哪个妙号你说 释迦摩尼那妙号 看不见 无相啊 大家得认识上去 就是说 真正懂得佛是干什么的 佛法是什么 说我讲这话 有些老修行不理解 你才修几天 你就不知道我们知道佛是干啥 你真的不知道 你没明白余中人生的真理 不知道最大法 你就忙修忙练了 哎 特别是年长的人 还不好度呢 往回拽他都不服气 哎呀我都修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啥呀 你看 他认识他说对了 你说吧 这种茫然的供养 让多少出家的人都 怎么说罪业累累啊 啊 如果 早一天懂了英国 你不会这么做 出家人懂英国 他也不会收这钱啊 我见过一个出家人 跟我听了两场法 下了课以后 他感触非常深刻 说赵老师 看你的法 我太欢喜了 他没见我的时候 他已经看了我的光碟 他特别高兴 他说我什么时候 能有机会和赵老师结个缘呢 哎 有一次他真的碰到我了 他说哎呀 我真的和你结到缘了 你看 有有智慧的出家人 不是没有 他又欢喜赞叹这个法 他说 过去的时候纵身供养我 我收 通过看你的光碟以后呢 我从最后我要持金钱借 不再收钱了 不得了 这一念的觉悟啊 真的不得了 比如说 我买一位出家的人 都像这个师父这么觉悟 这就成就了 是不道理 不收钱呢 别人给我供养 说我收钱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我要差一回 从最后不再收 你说有没有出家的觉悟人 有的 哎 他也说 哎呀 你们没有到场是吗 我说没有 他想哎呀 我真想上你到场 但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已经很年长了 后来我就乐了 我说那样啊 师父 配得上叫做师父啊 人家知道他错了 也知道拆回了 我说 我现在没有到场 如果有到场了 也欢迎你去 因为 生送可以十方供养嘛 他说 我不能干啥 我不好意思啊 我说呀 你能好好修自己 表好你自身这个法 你就是放过了 真是这样 你修好你自己 你表好你自身这个法 既是修己也是度人的 你持金钱戒 如理如法的 修行自己 这就是表法 众生很着相啊 有两个出家人 我们在七家二 他就在我边坐 坐两把椅子坐两位出家人 哎 挺好 我真欢喜 为啥呀 我说非常感谢 这两位出家师父 往这一坐 能为众生表表法的 表什么呀 不着相的法呀 出家师父都坐着听了 你们就别着这相 也表着这种法呀 其实我们几天在弘法 他们一直在跟着 做了几天的法 非常地欢喜 以前这种出家人 是不是很觉悟呢 就说他没有了衣食 我们能不供养吗 真的放假的人 才是真修行的 但是不眷恋潜在的人 到底能有多少呢 我法的说 确实很难的 养养的咱就讲这个事 吃了这么多 还倒一大肉的上饭店吃 然后在家居士还去供养 这就是说 以恶戒恶 投入地狱 投左轮回呀 就是这样 供业的感召 你想不受罪果报都不行 因为这个师父 他带的杀生业 第一 他是欠众生的 因为你吃了众生幼啊 第二 你坏了佛法 应该坏佛法 排在第一 你最出家的生 吃众生幼 又接受众生的供养 是不是坏了佛的正法 坏了佛的清净大法 众生不平等 从哪一块论 你都罪业深重 十方众生被你代价低 你更是罪业深重 怎么看哪 这个出家生 能不能出来呢 我们众生别做这种活源了 然后别住他这个恶缘 所以说 一定要正知正见 我们说讲 因果啊 无论庙里 无论庙外 都需要挺大 不是说你在家出家的问题 你没有法呀 你行走的哪一步 都是待业的 都是罪恶的 你就像说 这位出家生 大家都能知道 这种羞耻 在庙里的 庙是十方的 十方众生的供养 然后你还带一种 十方众生 供养众生 众生 就是一锅粥 乱到这块啊 谁做的这件事 就是好好去拆回家